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 今天我小伙伴们一起玩的地图叫做 养宝宝 宝宝还可以上学哦 开始游戏 哎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没有老公 我的儿子哦不 是我的女儿 粉红宝宝 生物蛋 这两个宝宝我要挑一个 然后以后来养着他们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宝宝呀 牛奶 看着吧 这个宝宝放在这 他也不说话了吗 这个也放在这 这下我就有姐妹花宝宝了 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应该养不了这么多的 哎 宝宝你别跑 他怎么会有书包呀 怎么这么可爱 给他吃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烧烤店 宝宝每天晚上八点也要睡觉 拿着牛奶宝宝跟着我走是吗 走吧 小伙伴们 哇 这宝宝床的好清凉啊 走吧 我的宝宝肯定在心里想 妈妈妈妈我要上学 我要去上学 哇 宝宝们你们也太轻导了吧 连 连 饭都不吃就要去上学 走走走 我满足你们 一定要好好的读书 等你们去上学了 我就轻松了 我就可以去买菜 去做饭 去打工 挣钱 你说我的宝宝会不会爬楼梯啊 我很好奇 宝宝快上来吧 我们在二年级三邦呢 宝宝上来 哎呀我的宝宝不会爬楼 那他动的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那算了 宝宝不爬楼的话 我们就在楼下 哎宝宝你们的教室跟着我走 哎 我帮你你在这里上课啊 海鲜哥你想干嘛 海鲜哥你都没有孩子 难道你们是来当我宝宝的老师的吗 啊你们有 我养了一个双胞胎 那我怎么让他们学习啊 啊你们就在这里好好学啊 跟着那个同学们 千万不要打架 听到没有 中午饭要早点吃 要要按时吃 不能不听老师的话 一定要好好学习 妈妈去上班了 你们在这里不待着吧 哟 那方天你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 一看就随你 这龙眉大眼呢啊 好了宝宝 你们好好学习吧 不要再跟着我了 听到没有 妈妈再见 好的再见再见 啊走了 灯灯灯灯灯 哎 我呀老了 可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候 曾经 我读书的时候 跟一个男生在操场上跑啊跑啊跑啊跑 天天一起跑步一起逛街 一起玩游戏 哎 可是现在呀 哎 连孩子他爸都不知道在哪呀 而且还有一个一个两个小孩要养 啊 啊 一把心酸泪 我现在要去打工 这是哪里 公园吗 公园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换一个地方 登登登登登 嗯 海鲜哥 海鲜哥 海鲜哥应该是在追我吧 他肯定会说美女 走 跟我去 去我家 我家有很多吃的 好吃好喝的 那个 我们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来我家吧 啊 你家连 门牌号都记不住啊 不对啊 烧烤店明明是我开的呀 啊 走错了 走错了 当了了 哎你干嘛 兄弟海鲜哥你不是带我回家吗 这海鲜哥不行啊 这海鲜哥卖烧烤的 你跑步冠军啊啊 不好意思我是锻炼身体的 哼 讨厌 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哼 我还以为你要追我呢 真讨厌 这是我的烧烤店 大家想要品尝的话赶紧 千万不要错过啊 这是我烧烤店不知道怎么进去 看一下 只能敲掉了 你们等着啊 客官们各位客官们 大家先不要急不要慌 用仓去 来这里 我的烧烤店这里 来这里吃饭 各位客官们 我一个孤家寡人 开了一个烧烤店 结果没有生意 哎有一个客人来了 等着啊客官等我把门给敲了 把门给敲了 我就可以给你们做烧烤了 烧烤吃了 这个是什么 你们各位客官是想吃鸡烤呢 烧鸡呢 还是吃烧牛呢 啊不不是烧是烤 那是烤猪呢 还是烤这个什么烤羊 烤羊腿 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都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吧 你们让开 还有蛋糕 老板 我的儿子他生病了 没有钱 能不能找我当你的工人 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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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这里干活吧 老板我也要 最近我们家 我老公 那个赌博 花光了所有的钱 我只能来这里赚钱了 好行行行啊 你也可以 哎等一下 你们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啊 你们两个人 我可不养啊 这一过来就坐在凳子上 吃烧烤 偷吃烧烤的 我怎么会让你们 在这里留下呢 哇 这烤 你们这烤死了 这乐发天真是优秀了啊 冰箱 从冰箱拿点东西出来 可乐 这个很多东西 那那那那那 这个是蘑菇汤 还有好多蔬菜包 只有房主才有的 你们快就干活啊 不干活的话 迟早有你们好受的工资也不给你们发的 他就快去招待客了 千万不要在这里随便乱走动 哎客观您您您好客观您好 请问您吃点什么 啊 来了他大腰子 啊大腰子是吗好的 这个 蔬菜包给他来一份 啊 蔬蔬菜包大腰子大大大大腰子来了兄弟 给你吃啊 给你大腰子 啊给了我600块钱啊 哇 哇今天撞翻了撞翻了 撞翻了 这600块钱是我一个月的生意啊 今天拿了一个非常豪爽的客人啊 给了我这么多还请了一帮朋友来吃饭 太好了太好了 哇关门关门这个今天不做生意了 今天生意不做了 修修业修业 呃呃 喂 你好 喂 是 爱泥吗 啊是的 我是的 快过来学校一趟吧 你的你的 sm 你这两个女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 得了杨电锋 什么 我女儿得杨电锋了 我赶紧去看一下 赶紧要去学校看一下 不行了 这赚钱赚的 女儿都得了杨电锋了 快走快走快走 啊 女儿你快点给我挺住 挺住挺住 登登登 我赶紧马上过来 我的女儿怎么挺不住呀 一定要挺住 露西太神了 这居然还有人比我快 真是不能忍 我赚到钱了 我要给我的女儿治病 我的女儿得了杨电锋 哎我女儿呢 老师啊在这在这 听说你们俩个得了杨电锋了 妈妈我们是骗你的 今天我实在是太想你了 少在这里 那个忽悠着我啊 你肯定是 你们肯定是没有 没有好好的学习啊 想骗老娘没门 现在天也快亮了 得接下来这回家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啊 今天晚上回家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哎我的宝宝呢 哎哎这宝宝怎么不认识我了 跟我走啊 完了 完了 一群人放着 把我宝宝给抢走了 是给他们喝牛奶是吧 完了这宝宝怎么不认我了 哇 太帅心了 我满意做生意 结果宝宝不认我了 没办法呀 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天天陪着你们 才只能把你们送到学家去读书 可你们为什么不认我了呢 这原来你们得的不是牙年峰 得的是失忆症啊 宝宝你快过来 我才是你妈妈 我我才是你们的妈妈 我我的宝宝 哎呀我都不认识他们长啥样了 哎你们还记得我的宝宝长啥样吗 啊 哎我的宝宝长啥样我去看一下 完了 等下你们还记得我宝宝长啥样吗 这个是我的宝宝吗 妈妈我还认得你 妈妈 啊 那你姐姐呢 怎么就你一个呀啊 回家回家快回来 完了 你们大家都拿着牛奶 你想想干嘛 走开 跟我走 哎哎 哎哎你们别跑啊 完了完了 一到回去他们就不愣我了 太伤心了 就这个粉色的那还那还有一个姐姐呢 那他姐姐拿去了 你给我站住啊 不给你点教训你就到处跟别人跑跑 是不是啊 万一人家是人贩子呢 你还跟别人跑 你姐姐拿去了 啊 你你还跟别人跑 完了 你这个姐姐 他姐姐哪里去了 真是奇怪啊 我真的不想打你啊 只是你们千万一定要有自己分辨实力的机会 这是我的宝宝吗 啊 啊 这这这这这这宝宝怎么突然就不听话了啊 到处跑 粉色和紫色是吗 啊紫色粉色 哼太卡了 现在 这是哪里啊 我去找我的宝宝 我一定要把我的宝宝找回来 我记得有个粉色的对吧 粉色的是这个是吗 啊 你啊 诺米 这个宝宝是我的 诺米 你的宝宝哪里去了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这是我的宝宝 走 走 妈妈出去外面挣了一袋钱 你就不认我了 太删心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都不跟我走了 太删心了 我以后一定不能只赚 只顾着赚钱而忽略了我的宝宝呀 好了 小伙伴们 这个视频到这里的话呢 就结束了 喜欢爱美的话 别忘了点点关注哦 爱你们木木的